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大虾营养丰富,口感Q弹又鲜嫩 平时除了用来白煮,还可以用虾仁做各种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快速巧播虾仁的小技巧 学会了以后,下课能轻松完整的透露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平时剥虾仁的时候是这样子直接剥 虾壳很难剥下来 看一下,还把虾仁给弄烂了 剥出来的虾仁不完整 而且特别的费时费力 虾仁不完整,做出来的菜成品也不好看 影响口感 现在打开冰箱的冷冻室 把买回来的新鲜大虾放到冷冻室里面 冷冻30分钟 30分钟过去了,大虾从冰箱里面取出来 来看一下 冷冻30分钟的虾并没有变硬 冷冻过后的虾壳跟虾肉能够很好的放里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剥虾仁 右手捏住虾头左右摇摆两下 先把虾头给取下来 可以看到虾线也顺便拉出来了 再像我这样 右手捏住虾身 左手捏住虾尾 用力的往前一推 看一下 非常的快吧 一个虾仁就剥好了 快速又完整 虾壳也很完整的掉落了 不会粘附在虾仁上面 我们多试几个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快速呢 基本上一两秒就可以把虾仁剥出来 特别的快 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 大虾冷冻过后 虾肉就会收缩 能够很好的跟虾壳分离 我们再来剥虾仁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简单了 剥虾仁之前 把大虾放到冰箱里面 冷冻30分钟 不仅能够快速剥虾仁 还能够把虾芡也去除掉 非常的方便 免去了去虾线的这一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没有冰冻过的虾 能不能这样剥 先把虾头给去掉 可以看到没有冰冻过的虾仁 是几步出来的 还是得这样一点一点的剥 特别的麻烦 看一下 不一会的功夫 一斤的虾仁就全部剥完啦 非常的快吧 这样剥好的虾仁可以炒着吃 或者多碎了以后做馅吃 接下来就用这盘剥好的虾仁 做一个美味的丝瓜炒虾仁 把虾仁放入碗中 加入姜葱 适量食盐 少许胡椒粉 去腥增香 用筷子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入味 准备一个丝瓜 消去外皮 洗干净以后切成滚刀块 切好装盘备用 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后把虾仁倒进锅中 把虾仁炒干水分炒熟 把虾仁炒至像这样子 颜色变红 变弯曲 就可以关火出锅备用 锅中留着刚刚炒虾的虾油 倒入丝瓜 把丝瓜翻炒均匀 翻炒至断生 加少许食盐入下味 加少许的清水 把丝瓜煮熟 丝瓜煮了两分钟以后 把虾仁倒进来 加少许生抽提鲜 翻炒均匀 翻炒片刻 锅中的汤汁收干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鲜香味美的丝瓜炒虾仁就做好啦 看完以上的视频 快速巧播虾仁的小妙招你都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又实用呢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